公投黄金州民进党这一头来看到 今天是在台中新务日站的战前广场 举办了大型公投说明会 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都亲自到场 向相亲请托 要催出更多的不同意票 也替投入中二选区的立委补选的林静怡来拉票 蔡苏同台带领中部的全体党公职 一起喊出团结气势 是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 蔡总统苏院长和民进党在台中的党公职 统统上台展现团结气势 请大家相信我 12月18号 跟我一起投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好不好 把握公投日前 最后一个周末 日云在台中高铁站前广场 举办大型说明会 府院高层亲自出马 四个不同意 不让台湾再乱下去 四个不同意 不让国民党再乱下去 四个不同意 让台湾更有力 四个不同意 让台湾走出去 好不好 好不好 加大宣传力道 舞台下民众也很相挺 漆海飘扬 宛如选举造势 蔡总统也顺势替参选中二选区立委补选的林静怡拉票 蔡英文拜托你 苏贞昌院长拜托你 我们所有人都拜托大家 一定要四个不同意好不好 好 我们再给林静怡医生加油好不好 你们很棒 真的很棒 做你们的总统 真的很骄傲 蔡总统和苏院长和湘青面对面请托 副总统赖清德则是汉立维赖品渝到新北共聊和拍影片 宣传核四公投投下不同意票 民进党空战陆阵齐发 把握公投日前